在2025年发展总蓝图草案下 政府将在德曼花园和班丹花园一带 进行一系列提升工程 包括增设公园连道和加强公共交通连通信等 以满足这一带居民的需求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在亚裔拉惹民众俱乐部 出席社区环保日活动时 分享德曼花园和班丹花园未来10到15年的规划 随着德曼花园将兴建新的预购组项目 建屋发展局将打造更多社区休闲空间 同时也会提升班丹蓄水池周围的设施 政府也会建设新的公园连道 就是Park Connector 让大家能够轻松骑脚踏车或步行 从这里一路走到金文泰自然步道 或五级芝麻的铁道走廊 此外亚裔拉惹一带 未来将靠近三个地铁站 当局也在探讨如何改善道路连通性 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如果他们有一个好像比较方便的 我不会讲那个walkway 我们觉得会比较方便 湖美霞也表示政府将继续收集居民的反馈和意见 并把他们的需求和喜好纳入考量 以打造更宜居的家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